大家好,歡迎收看阿拉撒亞路 我是Denis 我是Denis 大家有沒有覺得自己走錯棚了 有沒有覺得自己走錯節目了 你為什麼要講客家話呢 你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最近有一個大學的吉他社朋友 他是阿俊跟阿佑 他們最近開了一檔新的節目叫做 阿佑的客家話教室 然後我跟Denis就是 同樣是播客製作人就是互相支援 然後我最近也學了 因為他們就是受惠於他們 學了不少的客家話 比方說 亂搞 你覺得 蛋糕亂搞 還有什麼?你還會會什麼? 我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我不會了 我幹我什麼都忘記了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是客家人 所以我看到有30歲左右 30歲以下的客家人願意推廣客家話 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Denis有考過客家的客語證照對不對? 對我有過中高級 中高級大概是日文檢定的哪一級? 中高級大概二級吧? 那就是可以拿來 差不多可以拿來打工工作 如果客語是國家語言的話 就是中高級可以當客家話老師 就是在一般的鄉鎮事務所底下的一些教師 哼哼哼哼哼哼哼 但我本來就是客家人啊 只是怎麼講 他比較難的部分是要寫作文 那你要用客家話寫作文是比較難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有一些漢字他平常不常用到 就比如說我這一個漢字 客家話叫做奶 奶 那他不是寫成一般中文的那個我 他是寫成像一個人字旁 右邊是一個懸崖的崖 他就是有點不同 好神秘喔 有些漢字是共用 有些漢字是不同的 所以就要特別去查字典說 這個漢字是用什麼漢字 但平常我們講話我們會講 可是我們不會去記那個漢字比較少啦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對 如果有對客家話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去收聽 阿優的客家話教室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朋友的節目 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阿俊跟阿優他們除了教客家語之外 他們有做一些就是很簡單的日常雜談 聽了聽了就是覺得很可愛 差不多切入今天主題 以上是我們的自主業配好不好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聽聽看 阿優的客家話教室 好正式進入今天的節目了 歡迎來到奔山野狼 我是Green 我是Dennis 今天的單元呢 要跟大家聊的呢 同樣是看新聞 但是這個看新聞呢 跟我們上一次看的秋之新聞的類型 又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要看什麼新聞呢 新聞WTF 沒錯 我們有一個新的單元叫做 新聞 WTF WTF 顧名思義呢 我們就是要來看一些日本 非常讓你覺得 Mindblowing 就是讓你覺得 幹這個腦洞也太大了吧的新聞 我們今天結錄了三則新聞 然後 我們在最後會怎麼樣 最後我們不是說 要給一個WTF等級嗎 沒錯 我們會給你 我跟Dennis一人有五個WTF 然後 我們就會 給予每一則新聞 就是WTF等級這樣子 來第一則新聞 那我們立刻來 來分享第一則新聞 那我們要進入我們今天的重要單元 奔山野狼 新聞 WTF 奔山野狼 新聞 WTF 好 那我們就要來討論第一則新聞了 第一則新聞呢 其實呢 是 2020年4月1號 在愚人節 沒錯 這個內容也跟愚人節的笑話很像 但是他就是確確實實的發生 他不是一個謊言 這個新聞呢 有多神奇呢 從結論來講呢 有一個老師 在心形肺炎的停課過程中呢 被予以免職 光聽這個結論就覺得很神奇對吧 對啊 心形肺炎就不能上課了 你還能做什麼 你還能做錯什麼事情呢 你還能做錯什麼事情 你覺得他做了什麼事 他可能線上教學的時候 然後忘了穿褲子 然後站起來就直接內褲曝光 哈哈 這個 這個也是腦洞蠻大的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事實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 這個實際上的腦洞比這個還要更大 這個新聞呢 是在祁育縣 呃 4月1號的地方新聞 齁 祁育縣的教育局在31號在宣布說 新型冠狀肺炎臨時休校的休學的期間呢 有一名中學二年級的女學生 被老師叫了出來 然後接了吻 欸 讓老師停職 欸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可以吐槽了 我才唸第一行你知道嗎 老師不要這樣 老師四歲 28歲 28歲的老師親了大概14歲的女學生 女國中生 28歲不就跟我們同年紀 跟我們同年紀啊 91年啊 幹這幹嘛啦 好 我們要保持耐性 把新聞看完好不好 我們不要斷章取義 好 那 過程發生了哪些事情呢 就是呢 2月27號呢 早上7點45的時候呢 擔任女學生運動部的 顧問老師的老師呢 被這個女學生說 老師 可以親嘴嗎 Kiss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然後老師回答說 如果是臉頰的話可以喔 幹什麼啊 不是 前提是學生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同學你在幹嘛 然後呢 這次2月27號隔天呢 這個學生時髓之位喔 28日的早上再次問了老師喔 然後這次他就不是問說可不可以親臉頰 他是直接單刀子入了進攻 他跟老師說 老師請問可以接吻嗎 嘴對嘴的接吻嗎 What the fuck 老師很帥嗎 我也不知道他沒有公布照片 然後呢 他們就親下去了 好這個就是想說啊 世界到這邊已經 已經很扯了對不對 結果還沒有結束 在這之後呢 學校正式進入了休學期間呢 老師跟學生透過通訊軟體呢 在3月中臨時休課的期間呢 總共有5次開著自家用車到學生的家裡去迎接他 然後在車裡面揉揉包包跟接吻 What the fuck 幹 我們第一段新聞怎麼可以就這麼勁爆 我真的不知道他從來開始吐槽了 不是 老師28歲你少一個18歲合法的嘛 對阿 What the fuck 你在幹嘛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然後這個 問這個東西是怎麼爆發出來的呢 就是兩個人的關係呢 其實在學生之間已經造成了 就是已經很很久就是造成了 所謂的吻阿沙就是謠言 然後呢19日的時候呢 其他學生的家長看不下去了 跟那個學校說 欸拜託一下可不可以把這個老師 從至少從這個 Pukatze他們的社團呢 的顧問老師 把他解聘 那他做老師沒關係 可是不要讓他擔任顧問 然後這個要求出來之後呢 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才爆發 然後 幹我要怎麼講 老師 老師說因為他剛來 然後他感受不到這份工作的熱情跟價值 的時候呢 他非常的沮喪 這個時候呢 女學生對他非常的溫柔 所以他就想要親下去 他這麼為自己辯解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老師控制不住了 老師安耐不住就親下去了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先生 然後呢 然後這件事情結束之後呢 縣教育局呢 因為在這個年度 總共在這個縣內發生了39件 就是關於教師跟學生之間這種不祥事件實在是太多次 所以導致教育局必須要成立一個新的組織叫做 不祥事根絕行政監察擔當這個 這一個更啞巴也更糟糕 各位聽眾你聽完了這個新聞你覺得 幹這衝他小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幹這衝他小之類的新聞呢 在今年度呢 總共發生了17件 在其餘線線內 導致他們需要特別的去增設一個組織去對應這樣的事情 幹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們的討論就是今天要聊什麼新聞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新聞我真的不得不分享 我真的太扯了 不得不分享 以上是第一則祁鈺縣的中協中 我連標題都念不好因為真的太扯了 以上是第一則來自祁鈺縣的地方新聞 提到的國中老師親了國中二年級的女學生的新聞 好 那觀眾們也可以自己比較一下每一則新聞 那你可以自己給他一個你知道 What the fuck 指數 接下來我要講第二件新聞 我覺得第一則已經有夠 有夠What the fuck 我不知道接下來的新聞會多麼糟糕 我現在講第二則新聞 好請說請說 第二則新聞是在跟最近也有相關就是 武漢肺炎新型肺炎的影響 所以日本政府宣布了緊急宣言 關閉所謂的有密切接觸的場所 在日本在防疫期間有提到特別提到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三密請問這三密是哪三密呢 這三密分別是第一 換氣不好就是所謂的空氣流通不好的密閉空間 密閉 第二對密閉空間 第二人多的密集場所 密集第三 近距離的密切接觸的對話 密切接觸 密切 對 沒錯 密閉 密集跟密切 這個就是日本政府所謂的三密 希望大家可以避免這三密 好的 OK 那所以想而然的什麼Gate影院啊 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之類的會有很多人啊 會近距離接觸這些空間呢 他們會希望他先暫時停業 對 然後也請大家不要去 就是請大家不要進行不急不用的外出 不急的意思就是沒有很緊急 不用就是沒有必要的外出 然後呢 另外一個也是完全符合這三個密閉 三密的定義的店呢 就是所謂的小鋼豬店 Pachinko 對 那Pachinko小鋼豬在日本也是非常有冷氣的 但是呢 也有小鋼豬店是不聽話 因為這個休業邀請 他有要遵守的義務 可是你不遵守他並沒有罰則 在現任的法律之下 他並沒有罰則 所以就有小鋼豬店 就是你知道不屌政府繼續開門 然後政府覺得不行 這樣子會造成防疫的漏洞 所以他們在4月27 28 就是這個禮拜一二的時候呢 就開始公告 對 東京都啊 大阪神戶 就是這些大都市公告說 沒有停止開門的小鋼豬店 就覺得你們壞壞不行 這樣為什麼還繼續開門呢 你們這樣會造成防疫漏洞 不行我把你們公告出來壞壞這樣子 所以他是希望透過公佈店家的名稱 讓輿論去攻擊他們 然後讓他們就是進行自我約束 然後把店關起來的意思對不對 沒錯 那請問 大家希望 希望他可以制裁他 制裁他用輿論制裁 用輿論的壓力去制裁他 那請問一下 這個有用嗎 殊不知呢 大家不是用輿論制裁他 大家是用現金制裁他 隔天馬上爆滿 你知道就是大家覺得說 欸幹還有開門欸 衝啊 你幹帶走 衝啊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也是小鋼豬的玩家 然後Dennis也是小鋼豬的玩家 我們看到這則新聞的感想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們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聯絡對方 就是說 欸你不是說小鋼豬全部關了嗎 那個 都市中心那邊還有兩間是還有開的 他們居然沒有 快去喔 對他們用現金去制裁他 然後每家店都大排長龍 還沒開店之前就大排長龍 幹太扯了 新聞就有去訪問說 欸訪問客人說 欸為什麼你們會來排隊 啊客人就說 那新聞有報啊 反正在家會悶死 啊得那個悉尼肺炎也會死 啊還不來玩 幹wtf 幹生小鋼 w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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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 無法理解賭徒的心態 幹生小鋼 而且小鋼豬店我自己本身也有去過一兩次 那他甚至完全符合上面那個三密的定義 就是一大堆人擠在那邊 然後就坐在一個一個座位 那每個座位其實相隔根本不到一公尺 相隔可能30公分到50公分 嗯嗯嗯 而且是可以抽煙的我記得 對然後那個 室內的換氣又不好 因為你知道就是大家都在抽煙什麼的 那個味道也不好 嗯嗯嗯 然後因為裡面又很吵 所以你在講話的時候一定要非常會近距離才可以聽著講話 對 完全符合三密啊 幹wtf 完全就是一個 怎麼講防疫的漏洞 幹生小 我們必須要站在資本方態的立場去 想想看這個新聞背後到底怎麼運作的 你想想看如果我們今天是 呃爬進口的業者你會怎麼想 爬進口業者 大家都關店 我不開誰開 薛爆 薛爆你沒有法可以罰我 你如果你就算有法罰我的話 他們今天願意開就是代表那個法則不夠重 我關店會賠的比我開店繳髮金還要多 對你願意開店 所以我願意開店讓大家來排鎮 然後造成群聚感染 沒錯 WTF WTF 幹我真的覺得你剛剛說那個訪問的那個人的那個台詞 真的是名言 要嘛在家裡悶死 要嘛得到武漢肺炎病死 對然後剛剛那個新聞是看到神戶室內的小鋼住店 欸關西 欸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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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那個新聞明明就是關東神奈川那邊的小鋼住店 你們才沒有水準好不好 關西了你們不要排隊好不好 全日本都一樣好不好 好啦全日本不管關東關係 只要有小鋼住的地方大家都賭徒心態非常的堅強 這是第二則新聞 以上是第二則新聞 我們覺得這則新聞也他媽有夠扯的啦 接下來是第三則新聞 第三則新聞呢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我們其實看了兩則就是讓你覺得三關敬毀的新聞之後呢 我們覺得應該要來一點就是啊有趣一點啊有正向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到了所謂的排行榜網站去找一下這半年來在推特上面火紅的新聞是什麼 然後我就找到了一則非常有趣的動態 它叫做 它是一隻動物 這隻動物呢在這半年呢 紅翻了整個日本的推特網站 然後呢 這個動物呢 牠就是一隻鱷魚 嘿 牠的這個發表的網路四格漫畫呢 牠的名稱呢 非常的有話題性 叫做一百天後就會死的鱷魚 喔有有有好像有在那個網路上看到過 對所以你你從去年的12月12號開始 就知道一百天後這隻眼前的鱷魚會死掉 那牠的內容是什麼呢 牠的內容就是有一隻穿著藍色褲子的鱷魚 牠是一個擬人化的小鱷魚 然後牠一樣跟大家過著日常生活的 然後一樣的打工啊 一樣的找朋友吃飯啊 然後一樣的就是在日本過著非常非常一般人的生活 這一百天當中我們認識了牠周圍的好多朋友 比方說小鳥啊 或者是牠的打工的五尾熊前輩啊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 那慢慢的慢慢的隨著牠的眾多互動跟相聚 大家覺得 哇這隻鱷魚明明就是一個很一般的人 而且跟自己非常有共鳴 牠只是一個一般人 牠的故事好溫馨 然後為什麼會在一百天最後死掉呢 這樣的情緒越來越堆疊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到了一百天也就是 2020年3月20號的那一天呢 晚上 對晚上7點20發布了完結篇 就是最後一篇第100天鱷魚 但是 講到這邊就好 因為你這樣把全部雷都曝光光 哈哈哈哈 乾這個也半年了好不好 好反正就是他最後就是死掉了 他在3月20號 以一個非常唯美的方式死掉了 OK我就講到這邊OK 你就大概講一下 那他3月20號要聽完結篇 完結篇那一則狀態呢 總共累積了220萬個愛心 跟75萬的轉推 他算是這半年推特上面最大最大的事件之一 到這邊為止呢 大家就依然記得作者一開始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所說的 他希望透過這樣子的連載 這樣子的日常翻的連載呢 去提醒人終有一死 活著意味著有一天會死亡 如果能夠意識到自己跟周圍的人有一天的終點 人的行為跟生活方式有可能會有所改善 希望透過鱷魚能成為大家思考這些問題的契機 滿溫馨的啊 這個是美談對不對 滿溫馨啊 滿溫馨的啊 然後呢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一天之後呢 在同樣的推特上面突然發了一個東西叫做 Ikiru 也就是活下去 然後是 然後是一支MV 它是生物鼓掌 Ikimo no kakari的新歌的MV 全網路一陣錯愕 就覺得 不是死了嗎 不是說一般電影都死掉了嗎 所以現在怎樣 復活了嗎 到這邊為止大家網路的生態都還是在 惡然的狀態就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發生什麼事情的那種感覺 真正讓人開始瞬間岩上的是下一件事情 當然轉發了他們開始下面的下一個狀態之後呢 是他們以追掉這次鱷魚之名 開賣週邊商品 啥小 週邊商品包含了鑰匙圈 包含了帽子 包含了帽梯 包含了托特包 包含了午餐餐具 洋洋沙沙 將近50個週邊商品 讓網友質疑 漫畫的開始根本就只是一個廣告公司的企劃案 所以是在商裡擺攤 辦商店街的意思 就是 沒錯 你跟著這隻鱷魚生活的100天 你以為他是一個日常生活中隨速可見的朋友 然後他發生了這樣子的憾事 他終於離開了 帶給我們多麼大的省思 然後我們在參與他的商禮的過程中 你發現 幹這個不是商禮 這是個圓遊會啊 他媽的圓遊會啊 來喔來喔 鱷魚鑰匙圈喔 來喔來喔 幹你老實 瞬間眼上大家集體 What the fu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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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都在講什麼 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吐槽你知道嗎 當然同樣的同樣的 我們剛剛上一則新聞 我們站在業者的立場 就是 去思考說 如果沒有就是利潤的話 我們也不會去這麼的去做這種逆風的事情 那同樣的在第三則新聞裡面 就是鱷魚他的作者 其實某種程度上他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行銷案 就是他成功的創造了話題 成功創造了點閱率 成功創造了一個鱷魚先生的角色 但是就是他在最後一個搞砸了你知道嗎 把我的眼淚還給我 觀眾在過程中投入所產生的情感 跟說產生對這隻鱷魚產生的一種真摯的那種心情 在最後一刻感受到的背叛 這種背叛呢 會讓人就是產生一種很強烈很強烈的憤怒 他會有愛生恨 也是 你看了這隻鱷魚在一百天這種生活 跟他一起情緒寢伏上下 然後最後 終於要接受他要離開的事實的時候 他跟你說我要回來啦 我要回來啦 我變成商品回來啦 趕快喔 買喔買喔 大家哭成一片瞬間每個人的臉都黑掉 WTF 幹 有人小時間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嗎 那個 他的那個就是他的那個海 那個海報上面的那個鱷魚呢 是帶著兩隻小翅膀 然後頭上有個天使環 然後跟大家招著手 以天使的身份回來跟大家見面 然後順便行銷商品 哈哈哈哈 這個 百分之98 99的時間都非常的美好 大家都非常享受這個 就是這個鱷魚的日常生活 他是做一個搞砸 喔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收文 你知道嗎 以上 就是我們第三則新聞 好啦 Grin你先來吧 好 你給這三則新聞給一個WTF等級 好 我其實在收集新聞的過程中 我收集到第一則的時候 我覺得他媽這應該是 這個應該已經是五個WTF 但是我後來發現 後面有個對道組出來之後 我發現第一則新聞大概是 三個 不對 2.5個WTF OKOK 那請問你給第一則新聞幾個WTF 第一則新聞我大概給三個 三個 合計5.5 OK 沒問題 好好 OK 第二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我給 我給四顆 這個實至名歸 就真的是四顆 我這個我點五顆 給你給五顆 我給五顆 我覺得就是 怎麼講 他雖然說 他可以理解 可是他就是一個 怎麼講 結合現在的情勢 又是一個防疫的漏洞 真的是WTF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他就是他的名言 要嘛在家裡悶死 要嘛在 要嘛就是得病病死 幹不懂 所以合計我們第二則新聞總共有 九個WTF 不行 這個我覺得第二個真的太糟糕 第三則新聞 關於一百天的WANNY這個 這個我覺得他真的是經典到可以變成就是 氣管系的行銷個案 我要給五個WTF 我給3.5個 可能我 我自己本身 不是氣管的 我之所以給這麼高興 我從第一天就有開始跟 因為我沒跟 所以我可能我的感觸沒那麼深 對對對 但是你想想看 你有跟權力遊戲吧 有 請問權力遊戲最後一集 你看完的心情大概是幾個WTF 我大概如果滿次5個 好給10個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感覺 你花了時間在追一個東西 結果他的 我花了好幾年在追這個 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在追權力遊戲 你給我這個結局 就是我的心情就是這樣 你可以理解喔 好我可以理解 有追跟沒有追的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錯沒錯沒錯 好啦 今天就是我們 本身野狼新聞WTF的時間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掰掰 быв spa bye bye 那些 bomb ―